当时母亲拿过儿子手中的袋子 从里面拿出四盒口罩 包装盒上还贴了纸条 上面用红色水彩笔写着 叔叔阿姨你们辛苦了 金家乐赠 这个叫金家乐的孩子 一共送来了200个口罩 和92瓶酒精消毒液 当时我们一开始还以为 是群众要送一些物资来 因为防疫工作以来 我们派出所接到了很多群众的物资 包括机快递也好 有群众直接开车 把东西送到我们所里也有很多 那么没想到是这个金小军的家人 金家乐就是金小军的儿子 那么金小军又是谁呢 2009年3月31号 当时是三敦派出所辅警的金小军 和同事在路面巡逻 发现两名男子行迹可疑 就跟了上去 跟了一段路后金小军他们发现 这两名男子在路边搭讪了一名女子 我刚好听着歌 然后他就突然看到钱掉下来 我没敢去捡 然后就另外一个人就马上过来 把钱捡走了 他说钱是他的 然后我说不是 我说是那个人的 我说你还给他 我本来不是不跟他一起走吗 他说我们先把那个人甩掉 他说那个人在后面跟着我们 女子有些害怕 跟着那两个男子走进了公园 金小军怀疑两名男子正在玩丢钱捡钱的骗局 也跟了进去 果然发现有问题 就示意同事赶紧动手 然后我就紧跟上去了 那时候金小军就说 一个人就把两个人都拉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 其中一名男子挣脱了 跑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 金小军也紧紧追了上去 将男子逼到了角落 这时候男子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再过来 好像要我就要同你的 说完这句话 男子一刀刺中了金小军 但金小军没有退缩 还想用手铐把他铐住 结果又被男子刺了一刀 金小军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 男子翻过小区围墙逃走了 他躺在地上 把那个手打张开来 做了一个胜利的那个手势 做完这个手势后 金小军再也没有起来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在案发第二天下午 在湖州德卿 抓获嫌疑男子陈某 这个事情我真的对不起 他真的不应该这样子 当时金小军的儿子金家乐 才是一个十几个月大的小宝宝 后来犯罪嫌疑人陈某 被判处死刑 金小军也被追认为 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 三顿派出所协警中队 也因此改名为金小军中队 这十一年时间里 西湖公安分局和三顿派出所 对金小军家人的关心 从没有停止过 而在这样特殊的时期 他们没想到 母子俩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回馈他们的关心 他一来我们一感觉就是 没有想到长这么大了 但是他又说出这种话来 拿出他自己的零用钱 给我们买了这些防疫物资 说希望这个警察叔叔 执行任务的时候 要保护好自己 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 1818黄金眼镜这报道 中文 中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